好來看到這關於是新竹市長選舉的部分 因為現在林志堅已經進來兩屆 而且他可能會轉戰桃園 那未來誰來選這個新竹市長呢 目前可能會是綠營內候的局面 因為林志堅希望是他的副手 沈慧紅來接棒參選 但是有一位是民進黨在地耕耘很久的 是這行政院的政務顧問鄭鴻輝 他也很想選 而且他同樣跟這林志堅一樣 都是老柯柯建民的子弟兵 他希望是循著這個 像是新竹版的鄭文燦的模式 也就是呢在地耕耘超過20年 從這基層的幕僚跟議員來做起 而且他的民調呢 據傳也是這個還蠻高的 獲得最高的民調 但是黨內呢 有一些不同的意見的聲音 而現在就是由主席蔡英文 跟這個黨團總召柯建民出馬 來跟他好好的談論開會之後 今天呢這個鄭鴻輝他PO出張大合照 並且說到願意配合黨中央的整體布局 也表達相關的尊重 也承諾願意輔選 所以這篇PO文一出之後被認為 這代表的是這個林志堅的副手 沈紅 沈慧紅他要出馬接棒的這個態勢 幾乎是已經成定局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